台铁花联站10号举行新卸任站长交接典礼 由运务处长刘双霍布达尖交 新站长由原本的台东站长杨顺安接任 而卸任站长林德湘则荣升花联运务段副段长 刘双霍表示今年度的EMU3000车辆将陆续到位 将有效提升东部的铁路运输量能 台铁花联站站长交接典礼6月10号上午举行 由台铁运务处的处长刘双霍布达尖交 地方士生出行踊跃 刘双霍表示花联站是台铁重要的车站之一 每到假日旅客人数更是激增 今年度新型EMU3000成绩列车陆续到位 将有效提升运能满足东部运输的需求 我们花联站108年全年的旅客进出量 就将近1000万人次 也就是说因为平常的一个假日的话 每天有3万2000多里次 如果我们年底也会再做一次改点 会把更多的新的EMU3000的车子来跑东渡 未来可以帮花联地区带来更多的观光客 包括立委复婚旗 外交部东部办事处的处长胡锡兵 县府代表还有地方士生都特别到场祝贺 新任站长杨胜安表示 已经做好迎接新型列车到位的任务准备 基本上我们花联站算是花联地区的一个重要的门库 那我们相对的我们现在的3000型EMU3000型 陆续进来之后 那我们可能就将一些旧车以3000型来营运 另外在旅客服务的方面 我们希望是能做到服务至上 因为花联毕竟是一个观光的一个大线 所以我们也希望祈求我花联站 可以为花联的观光尽一分心力 台铁花联站新任站长杨胜安正式上任 而卸任站长林德香则是荣生花联运务段的副站长 介入会欢迎市报道